欢迎来到我们的电车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杨 今日的新闻非常丰富多彩 任务的电动车巨头们在5月份报告了惊人的销售增长 特别是蔚来、小鹏和理想汽车 然而激烈的价格债让这些企业的盈利前景变得暗淡 接下来特斯拉因座椅安全带警告系统故障 召回了超过12.5万辆车 此次召回涉及多个车型 预计将在6月份通过软件更新解决问题 最后,日本政府计划建立约10个电子飞舞回收中心 这一举措旨在提高国内资源再利用率 并应对未来金属需求的增长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LHU US报道 5月股市在投资者对人工智能的热情降温 和美联储可能继续维持较高利率的背景下 安斯达克综合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几乎持平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近1% N周,劳动力市场的更新将成为焦点 5月的就业报告预计将显示 美国经济增加了18 5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失业率保持在3.9% 此外,企业财报方面 Crowdstrike Culture Mall和DollarTree将发布 忌读业绩 尽管4月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指数显示 通胀有所缓和 但投资者对利率下降的预期几乎没有变化 美联储官员表示 在通胀下降之前 需要有更大的信心来开始降息 Telegraph和特斯拉股东将在未来两周内 对埃隆·马斯克的560亿美元薪酬方案进行投票 尽管马斯克为公司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没有人值560亿美元 特斯拉的董事会曾在2018年同意这一薪酬方案 但被特拉华州的法官推翻 认为马斯克对董事会施加了过大压力 马斯克计划将公司总部签至德州 以便更容易推动这一决定 尽管马斯克为公司股价从2010年的一 自使美元上涨至最高400美元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它的多重任务和对特斯拉的关注度下降 以及公司面临的竞争和战略不清 都使得这一薪酬方案备受制衣 特斯拉股东应坚持立场 继续反对这一过高的薪酬方案 米纳米多屋中国顶级电动车制造商 在5月的交付量同比增长高达36% 但分析师警告称 由于价格战盈利前景堪忧 上海的未来在5月交付了20% 544辆车创下月度交付记录 同比增长233.8% 北京的理想汽车交付量同比增长23% 9%达到3520辆 广州的小鹏汽车交付量同比增长35.2% 达到1146辆 比亚迪尚未公布5月的交付数据 但4月交付了313 245辆电动车 分析师表示价格战和促销活动吸引了更多消费者 按不断的价格下降 将加剧电动车制造商的盈利压力 未来通过提供终身免费换电服务增加了交付量 而理想汽车和小鹏汽车也通过降价和优惠 吸引了更多客户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和电动车市场 电动车交付量占全球总量的60%以上 MinaMido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在旧金山的午餐会上大力宣传香港 强调其作为金融中心的优势和普通法体系 将促进城市发展并服务于国家 无论是在大湾区一体化还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合作 陈茂波最近访问匈牙利 发现香港作为领先的利亚人民币中心 可以在中东欧电动汽车和锂电池制造中心的匈牙利 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成为匈牙利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 香港的专业服务和普通法体系优势 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在匈牙利的需求 为了增加便利性和降低成本 香港需要扩展直飞欧洲和北美的航班服务 保持其国际航空枢纽地位 香港消费者必须保持警惕 防范各种诈骗 最近一封读者来信提到 尽管在知名商家也可能被欺骗 作者讲述了家人将汽车送到一家 信誉良好的汽车经销商进行紧急维修 但后来发现被欺骗 修理店承认更换的邮箱并非全新 最终作者获得全额退款 和一份价值1万港元的邮雀 义务 张家可能为了利润而牺牲人命 消费者必须时刻警惕 确保自身安全 KH报道 日本政府将与三菱材料等公司合作 设立约10个电子飞物回收中心 以防止铜和其他金属资源被运往海外 计划在三年内投资300亿日元 帮助公司建设设施 该项目将纳入内阁即将通过的行动计划中 目标是到2030年回收50万吨电子飞物 以2020年增加50% 随着世界向脱碳经济和数字技术转型 对铜和其他金属的需求将增加 对本计划在港口设立回收中心 以提高运输效率 并在2025年巴塞尔公约修订后 确保国内资源供应 国际能源署预计 到2030年全球铜需求将超过3000万吨 以实现2050年零温式气体排放的目标 《卫报》在文章中探讨了文学节如何成为抗议者的目标 文学作品中常常描绘拒绝肮脏钱的情节 不匹谱拒绝罪犯马格维奇的资助 米德尔玛契中的拉迪斯劳拒绝布尔斯特·罗德的资助 然而现实中慈善事业往往伴随着复杂的动机 如赎罪、虚荣、提升、品牌形象等 最近海一和爱丁堡国际书展在环保组织的压力下 解除了与主要赞助商贝利吉福德的合作 因为后者被指投资于化石燃料和与以色列有关的公司 尽管贝利吉福德仅有2%的资金投资于化石燃料相关公司 但抗议者仍然选择将其作为目标 文章指出这种选择是因为书展更容易受到压力 而真正的恶棍如石油公司则难以撼斗 最终抗议者可能会让更大的罪人逃脱惩罚 而仅仅是因为那些试图行善的人更容易被指责为伪善 《每日电讯报》报道了一位56岁的特级演员 李基·阿神的故事 他在电影和电视行业取得了成功 但没有积累足够的退休金 阿神拥有5辆兰博基尼 总价值约250万英镑 他计划卖掉其中4辆 转而投资黄金 阿神认为黄金在全球不稳定时价格会上涨 并且比兰博基尼更容易保管 金融专家们对黄金投资持谨慎态度 指出黄金没有收益且价格波动大 建议阿神考虑多样化投资 包括股票和短期债券 此外购买实物黄金需要额外的存储和保险成本 阿神也可以考虑购买黄金交易所交易基金一天 反降低风险 雅虎美国采访了阿斯顿 马丁的多数股东兼执行主席劳伦斯斯特罗尔 他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 斯特罗尔认为 阿斯顿马丁的股票被低估 尽管今年股价下跌超过35% 斯特罗尔表示公司正处于过渡期 近的产品如Fantan炒车和DB12豪华旅行车即将上市 斯特罗尔还提到 尽管电动车计划推迟到2026年 但混合动力车的需求正在增长 此外 阿斯顿马丁在安菲赛事中的表现 也为公司带来了年轻客户和品牌知名度的提升 斯特罗尔相信 安菲赛事的成功和新产品的推出 将推动阿斯顿马丁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正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你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brief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